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奶奶这次要做炸鸡腿 感觉看到很多印度食物都不是采用这种烹饪方式 果然炸鸡腿是每个国家人民都比较喜爱的美食 和我们炸鸡腿一样 为了让鸡腿的味道更好 首先是要腌制一下鸡腿的 老奶奶首先把鸡皮给去掉了 看来印度人是不吃鸡皮的 然后就是放各种调料 有一些咖喱粉 还有孜然粉 还有一些面粉以及其他的东西 等让每一个鸡腿的表面都充分沾上调料之后 就把这些鸡腿先放一会 差不多鸡腿都入类了 就放进油锅里炸吧 这个油锅看起来也是很大的 不像咱们家里的锅那么小 这里感觉一锅就能炸出几十个 可见锅是很大的了等到所有的鸡腿都炸好 老奶奶就找来一个大叶子 把这些鸡腿都摆在了叶子上 再撒上衣 蝎椰子 就可以享用了 这么多老奶奶一个人也吃不完 就又叫来了两个男士一起来吃 看他们一口一口的吃着 感觉很是满足 这个老奶奶做的食物 看起来还是十分干净卫生的 而且是真的土豪 一次性就做这么多 不知道三个人能不能把这些都吃完 不然就是很浪费了 看到这个 大家有没有觉得 印度也是有很多土豪的 即使是在这样看起来像乡下的地方 而且印度也有一些食物 看起来也是很有食欲的 比如这个鸡腿就做得很好 你们觉得这个老奶奶做得怎么样呢 是不是还是挺有食欲的样子 那么在刚才想说是一个小时的鸡腿就做得不一样的 谢谢 stone 我可以点蜡腿就发现在的顺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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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